两个达吉 一个是冀州侯苏户之女苏达吉 一个是轩缘坟三腰直九尾狐妖达吉 两个达吉之中 苏达吉死得很惨 达吉呢 却是死又没死 为什么这么说 原本 冀州侯苏户之女苏达吉是非常幸福的 堂堂侯爵之女 尚有父兄的宠爱 下有黎树的拥戴 几万千宠爱于一生 生长的那个天真 干满 然而谁能想到他 他的幸福于咒王七年戛然而止 这一年 咒王去女娲宫降乡 迎垂涎女娲美色 遂照令天下选美 这个选美虽然废了点周折 但最终还是选中了苏达吉 原因则出于两个宁臣 费重游魂不怀好意的推荐 女儿苏达吉进攻 苏户起初是不答应的 并立下了冀州苏户 永不朝商的誓言 然而 面对朝廷北伯侯 西伯侯两路达军的火争讨 或威胁 俗户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 忘掉什么永不朝商 开始为冀州百姓考虑 咱们替冀州百姓考虑 自然是献出苏达吉 免去一城刀兵之灾 苏达吉便因此进攻 离别之际自然非常悲苦 然而 大时代背景下 小人物的哀嚎有什么用呢 更何况 他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边 苏达吉朝商朝的很不是时候 咒王七年三月 女娲便因为咒王提示亵渎一事 命轩缘粉三腰 引其妖形 潜入深宫 既要祸害咒王 还不能暴露妖族的身份 那么该怎么引其妖形呢 三腰寿命之后 必然是动了一番心思的 恰巧八年四月 苏达吉进攻 符合祸害咒王的一切要素 于是 待苏户 苏达吉一行人 恩州一泻马的时候 三腰之九尾狐妖便是一阵妖风 潜入苏达吉窝房 之后使用的手段 封神中交代得清清楚楚 所谓吸魂入渴 吞掉苏达吉的魂魄 霸占苏达吉的肉身 苏达吉就这么死掉 从此 只有屈翘还留在人间 但主宰这具屈翘的主人 不是苏达吉本人 而是一个化名为达吉的九尾狐妖 至于苏达吉自己呢 狐妖吞掉的魂魄 早都化为魂力增长 他的修为 哪怕只有那么一丁点 对狐妖而言也是有益的 还能指望狐妖吐出来 放他一马 苏达吉就这么悲催地 消亡于天地之间 以至于封神台上都没有他的踪迹 那么戒体成形的达吉呢 为什么说他死又没死 死那是凡人的说法 指的就是入体消亡 从这个层面看 达吉死得很窝囊 至于没死 源自于女娲的依据承诺 当年三妖奉旨祸害咒亡之前 女娲就有过许诺 所谓 事成之后 使你等一成正果 圣人一念生便一元起 更何况亲口许诺 三妖自然当真 并心怀感激地为这个正果 付出一切努力 尤其是达吉 为了隐瞒身份 他吸魂入渴 戒体成形 也就是说 进攻迷惑咒亡的 只是他的原神 那么他的肉身呢 咒亡17年 达吉已经当上王后 并攒抖咒亡 建了一座十分奢华的摘星楼 这一年摘星楼建成 达吉忽然想让 宣元坟当中的子孙 也享受一下人间志位 帝王之府 于是便于当年中秋之夜 唆使咒亡与摘星楼 大败烟熙 好之位接待众仙 随之原神出壳 令轩辕坟一众子孙 会变化者 变成神仙 附这一个咒亡 所谓的银仙岩 轩辕坟中会变化者 总计四五十位 那一日他们霍红霍彩 无不神采意义 自月光中翩翩而下 神仙降临 咒亡自然要选一个 德高望重的长者作陪 他选来选去 选中王叔 时任殷商亚相的笔杆 笔杆席间多敬了几杯酒 便有狐妖不生酒力 或管不住体臭 或露出狐狸尾巴 露出狐狸尾巴怎么办 笔杆当时是又羞又闹 出宫之后找到黄飞虎 要查一查这帮所谓神仙的 本来面目 黄飞虎派周济 黄明等寺院驾将 把住朝歌寺们等候 神仙们喝完酒 一个个驾不起风 腾不得云落到地上 献出本相 碎被周济等跟到轩辕坟 至此笔杆黄飞虎终于明白 原来所谓的神仙 是一脖子狐妖 老挝在轩辕坟 找到老挝怎么办 放一把火 全部烧死 烧死之后 搜减轩辕坟 其他狐狸都焦毛烂肉 臭不可闻 唯独有一只狐狸 皮毛未焦 很是漂亮 随包下来做了一件狐皮袍 献给殷商天子周王 周王富有四海 手下多能人意识 什么宝贝没见过 他能稀罕一件普通的狐皮袍 唯独见了这一件 却十分欣喜地说 正为天子 富有四海 时缺此袍欲寒 好看 实用 实用到富有四海的周王都认为 这等宝贝是第一回见 为什么 不用多说 这一件狐皮袍奥 便去自妲己的肉身 因为只有千年锤炼的肉身 才能美丽并且稀有 让周王欢喜的无意附加 也就是说 妲己以原神吸魂入壳 进宫之后 肉身藏在轩辕坟 本以为藏得很是隐秘 未曾想 最终却被笔干 黄飞狐一把火烧掉 从这个层面讲 妲己是死了 千年狐妖死于一把火 这般死法 当然很是无安 也许这就是报应吧 她霸占了俗妲己的肉身 天道就毁掉她的肉身 所谓一饮一拙 莫非前定而已 那么妲己肉身毁掉之后 她的原神 周王三十五年 姜子牙等公路朝歌 妲己等三妖 结阴未遂之后 燕剑大厦将清 他们的任务也顺利完成 于是 假妖风逃离朝歌 准备等封神结束之后 在招女娃逃赏 未曾想三妖作恶太甚 姜子牙死活放不过她 放不过怎么办 派杨检维护 雷震子追赶 这般大神出马 妲己 这等千年小妖 哪里抵挡得过 抵挡不过怎么办 自然亡命奔逃 半路遇到女娃 本以为遇到救星 输妖女娃呢 似乎已经忘记许诺 当年 一通训斥之后 以妇妖所拿住三妖 交由杨检等 带给姜子牙发落 当时 达己等埋怨女娃 出而返 之后 很多后人也埋怨 女娃出而返 然而 女娃真的是出而返吗 达己等三妖死后 姜子牙割下她们的头颅 挂在军营的翻杆上失重 咒王看见 还很是流了一把伤心之泪 其实 咒王大可不必 因为 达己等并没有死 也就是说 没有真正的消亡 达己是妖 如果是真的死掉 又怎么会不现出原形呢 玉石琵琶金党出死了一回 可是献出玉石琵琶的原神的 没有现原形便意味着 早在一副妖所拿三妖之时 他们的原神已被女娃带走 交给杨检等的 不过是三妖的肉身而已 原神已被带走 肉身便成了一具空壳 那么 法场之上 三妖受刑之事默默无言 不就是神志已逝的缘故吗 至于达己法场上 为什么还千娇百妹 迷惑君士 最后累得姜子牙请出斩仙飞刀 无非达己做得太甚 即便女娃这等圣人 也不能完全包庇 必须给一个交代 所以妇妖所拿三妖之时 便默运玄机 分出一魂 让这一魂在法场上挨一刀 以玩因果而异 从此达己就再也不欠人间什么 夜里消散 她便纯洁得如一张白纸 又如初世为人的质子 从而有资格跟着女娃继续修道 至于千万年之后 终成争果 成女娃随是女仙 毕竟女娃是圣人 一言既出便有天道相随 她是不可能出尔反尔的 妲己成了女仙 比封神墙上千倍万倍 此时再看两个妲己谁更可怜 还用说吗 自然是俗户侄女苏妲己 别人或者成神 或者成仙 只有她 做了封神打劫的结徽 而且还背上千万年的恶名 事已至此 也只能将苏妲己 复制一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